小孩子溺水啊 见死不救 你就不配为人 昨天有个朋友发我私信啊 说最近不是有个小孩在这个游泳馆溺水身亡吗 然后旁边呢有个成年人 眼睁睁的就看这个孩子死亡吗 看着极其让人的这个愤怒跟寒心啊 那我们这个白话粉丝呢 说对于这个事情的话呢 他说我发现网上现在很多的这个风气啊 很奇怪 说不去救的呢 反而是政治正确 去救的呢 反而被人说成是假清高 是到了绑架 是吧 他很困惑 让我们解读一下啊 那你还别说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评论呢 虽然说不多啊 但确实也有不少这样的这个人 你比方说我读两条典型的这个评论嘛 第一条说 是我我也不救 说干嘛要道德绑架别人啊 救生员呢 孩子父母呢 说应该他们去救啊 说我救了搞不好 还要讹诈我呢 我白空莫变了 另外一个呢 他也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意思 说我也不救 说你让我救就是道德绑架 说这两年充其人三观的这个事情还少吗 是吧 然后他开始啪啪啪 开始举例嘛 最后说那些应该去救的那些网友啊 你们只会假把事 嘴把事 是吧 真让你们去救的话 指不定跑的比狗还快呢 好 这个事情我说三点啊 第一点 说应该救的 以及会勇敢出所去相救的这个网友呢 你们是对的 第二个呢 如果说是我的话 要不就不看见这个事情 要看见了这个小孩子 还在那里挣扎的话 我也会去救 这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 就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男的啊 要不就是这个人 他是有智力障碍的人 要不如果说他没有智力障碍 是个正常人见死不救的话 老实讲啊 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去死 这基本就不能算个人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他跟那个女的跳江 然后呢 外面小哥从这个 这个十几米高的这个大桥下 跳下去去救人的 那个案例还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个是失救的这个难度跟危险系数啊 极高 那种情况下 你说我不大会游泳 水性不好 是吧 我可能下去了之后 我命就没了 所以说我 我就选择不去救 我可能不会去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是不是啊 但是现在这个案例呢 老是讲 你把这个孩子捞起来 就是举手之牢啊 你哪怕不会游泳呢 这个泳池的这个水 也就到你这个成年人 腰的那个地方 你失救对于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性命而言 没有任何受伤 没有任何死亡风险的 你就这样你还不去救的话 我就试问你还是个人吗 那你可能会说 我当然是个人了 要辩解嘛 但如果说你还算是个人的话 那么孩子的这个父母不在 救生员不在 这个确实是他们失职了 但是哪怕是他们失职了呢 你作为一个人 你看到你的这个同类 尤其还是一个孩子 在遇到这种生命危险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戒死不救呢 这里我说句实话啊 昨天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 谈了一下被哈马斯绑架的 那个中尼辉学女孩的这个母亲 李春宏吗 他在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说了一句非常不重听的这个话 伤害中国人吗 我虽然是以色列国籍 那你们中国人凭什么就不能救我啊 是吧 我跟各位讲啊 虽然说我昨天 最后说了句气话 我说就你这样的人 哪怕我有能力救 我最后也 因为你这个妈妈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也这么难听 我也不救了 但其实呢 你如果说是把这种情况 换到这个游泳馆的这个情况 如果说李春宏的这个女儿 就是个小娃娃 溺水了 然后我正好就在旁边 李春宏不在 他救生员什么都不在 你说我会不会见死不救呢 当然救啊 这个有什么好疑问呢 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说 我道德高尚不高尚什么以德抱怨的这个问题了 就在那种情况下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道德可言 你在那当时那个情况下 你去救孩子 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能啊 这是本能问题 他不是道德的问题 因为救他实在太容易了 而他又实在太危险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真的是情愿相信旁边的那个奶奶呢 他就是个脑子不正常的人 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得冷漠成什么样 才会造出像他这么一个人呢 你说呢 如果说你对这样的这个孩子 你会选择救还是不救呢